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吁民众为内陆地区可能出现洪水做准备 夏兰亦为法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带来时速高达180公里的阵风 多处有大树连根拔起 北部有货车司机被嵌下来的大树击中死亡 全国有多达120万户停电 西部的列车服务暂停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旁风暴雨下多处有树木倒嵌压住汽车 工作人员忙于清理 当局说一个女人被倒下的树木压死 令有至少五个人受伤 马德里和部分城市的公园关闭 部分列车同航班服务取消 比利时中部根特市 亦有两个人被倒嵌的大树击中死亡 包括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意大利北部托斯卡纳地区 广泛地区在夏兰吹闸下水浸 餐厅员工忙于清理 当地一个85岁男人 因为家里水浸浸死 无线热事件在来梦山报导 以巴冲突持续 加沙地带增加至超过9200人丧生 包括3800多个儿童 以军进入加沙市 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近距离交火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再到以色列滑船 说人道停火有助保护平民 以军继续攻击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控制的加沙地带 军方说 连夜巡海陆空发起攻势 摧毁武装分子 位于地面和地下的基础设施 包括反弹黑导弹发射地点 并击杀一个哈马斯指挥官 在行动中手获冲锋枪 通讯设备和地图等 军方又发现哈马斯的地道 派攻兵策锤 以军组前说 已经包围加沙市 军方说在加沙市街道 和哈马斯武装分子 近距离交火 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就说 在加沙市和以军击战 用无人机订手榴弹 并发射逼击炮和反弹黑火箭弹 由于凉水短缺 部分民众只能够用海水洗锅和洗衣 甚至是洗澡 南部汉油尼斯有民众为了买面包 从凌晨两点就开始排队 联合国人到事务协调厅说 加沙的情况越来越绝望 国际社会继续滑船战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自以巴冲突以来 第三次到访以色列 分别会晤总理内塔尼雅湖 以及总统克尔佐格 重新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就呼吁以色列采取措施 保护加沙的平民 又说美方相信人道停火 是保护平民的关键机制 有助人道物资进入加沙 以及被各国滑船释放人质 另外以色列在冲突爆发前 准許超过一万八千个加沙工人 到以色列同约弹河西岸 从事农业和建筑业工作 据报当局将其中大约七千人遣返 部分人说遭到以色列当局关押和虐待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导 美国有穆斯林组织警告 总统拜登不立即出城尔巴停火 不会在明年的大选投票给他 美国总统拜登自尔巴上个月 爆发冲突以来 一直强调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但战事持续 他日前在明尼苏特州出席筹款活动的时候 就有犹太人打断他发言 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二 虽然他们普遍支持拜登现时的以色列政策 但拜登的立场就引起本国穆斯林 和阿拉伯尔的不满 有穆斯林领袖表明 除非拜登自力结束战争 否则将会在明年大选反对他连任 全国穆斯林民主委员会日前发表 提为2023年停火最后通牒的公开信 要求拜登立即采取行动 促成加沙停火 否则将会暂停对他的政治捐款 并且不会在明年大选投票给他 信里面提到拜登政府 在资金和军火方面的无条件支持 对于暴力持续扮演关键角色 造成平民伤亡 肯明说会将动员穆斯林 阿拉伯尔以及立场相同的选民 停止认可、支持 或者投票给任何赞成以色列 侵犯巴勒斯坦人的候选人 全国穆斯林民主委员会 成员包括来自密歇根、厄开我、宾夕法尼亚等 大选关键州份的民主党领袖 根据民间团体统计 2020年的上一届大选 全美有近110万名穆斯林选民 而美联社民调就说 6成4的穆斯林选民当时投票给拜登 而他的对手前总统特朗普 只获得3成5人的支持 阿拉伯尔美国人研究所就估计 美国有370万人拥有阿拉伯血统 研究所最新文调显示 阿拉伯尔对拜登的支持度 已经从2020年的5成9 大幅下降至1成7 无线电视记者朱石林不透 稍后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继续新闻时间 先看下财经消息 美国就业数据疲弱 债券息率下跌 推动美国股市继续升弱1%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4,099点升260点 标准普议500指数报 4,364点升46点 美国上月非农业职位 增长放慢 失业率也上升 投资者对联储局 已经完成加息的预期升温 加上公司业职表现好 都支持美股做好 反映投资者恐慌情绪的波动指数 跌至6星期低位 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 下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机率 由就业数据公布前的8成3 上升至到9成半 明年减息预测亦都由6月提前至到5月 美国10年期债息进一步跌至 约4.54来的5个星期低位 大型高增长股继续有支持 正片股NVIDIA升约3% 不过苹果公司预告年底节日旺季销程差 拖累股价在业绩后跌近1% 网络安全公司Fortinet今季收入 预测悲观 股价急跌1成4 是表现最差的标志成分股 其他消息 政府牙科医疗不足 公务员事务局向公务员推出先渡计划 导师加牙科洗牙可以获全额资助 但是反应不理想 但当局表示 不可以将有关资助服务名额开放给公众 补牙都600元 退牙 那他不负责假牙 会不会将这个先渡计划 开放给非公务员的有需要的香港市民 那个拨款和给公众财政的拨款 是分开的 是两个不同的拨款 也都在两个不同的管制人员底下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这个 如果做快了做多了 腾出来的时间 都是会给公务员的新证 还有给一些旧证 排得久的旧证 也都有议员说 问题的根源是牙科医疗人员短缺 本港牙医的实际人手 只有不够300人 每年新注册的牙医都有60几70人 还有什么可以招聘 起码是足够的编制 令到服务可以维持 牙科辅助人员主要有牙齿卫生员 和牙科的治疗师 他们的培训都是菲利牙科医院提供 所以要增加这些培训名额 都是其中一个可以舒缓到牙科服务的压力 假如政府能够有方法 能够请多些牙齿健康员 它就可以第一加快了洗牙的时间 第二减轻了牙医 它花起洗牙的工作时间 进而将这些时间拿出来 看一些其他牙齿的健康疾病的问题 政府表示已经提供了额外的资源 去增加辅助员的培训名额 但要菲利牙科医院帮手 在教学设施和导师等方面配合 无线电视机者彭永熙报道 下学年开始来港修读 高级文凭 中长期舒缓技术工种人手短缺 政府将会容许 继续专非本地毕业生留港一年 找所独专业的工作 涵盖航空 运输及物流 海市服务 创科 基电工程和建筑等等 头四年一定要做回本行 之后继续留在香港工作 可以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除了高端人才之外 我们其实中端都有一个缺合 希望可以补充我们经济发展的需要 头四年是要 在同一个共处之间 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过了四年之后 我们都要它在香港有就业 这样才是七年后 可以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不少内地生来香港 是读学士或者研究生课程 职专教育又是否具吸引力呢 本身是大学教授的 立法会议员黄錦辉相信 计划的指定行业缺人 找到工作的机会高 最终可以成为永久居民 也都吸引 其实大湾区广东省 其实我们跟它那个 譬如有很多亲戚 上面的人有很多亲戚 都会在这里有很多远亲 或者家人在这里 他们能够下来的时候 也都可以做一些家庭团聚 香港有航空的法例 建筑的法例 如果他们可以下来 或者早一点下来 直接适应我们的体制 有建造业工会就担心门栏过低 负责提供27个相关高级文凭课程的积分局 说新计划有在拓展 职专技术人才流港就业的渠道 积分局又说 计划也都能够促进 和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人才互通 无线电视记者 黎卫尔报道 近月有市民代入 虚假交易平台 投资内地A股的新型投资骗局 有投资者两个月 被握150万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当局加强监察和倒截 可疑网站或应用程式 化名陈小姐的他 本身是一个老师 七月看到社交平台的广告之后 加入一个投资群组 专家教他下载交易平台 买内地A股 入了钱去他那个银行户口 入了之后 其实他那里 在那个交易平台里面 你就会显示你相对的银码出来了 慢慢看到那个APP 就赚钱了 很开心 越来越深红 放多了钱进去 陈小姐短短两个月 将150万积蓄 全部存入指定户口 上落方钱的时候就有困难了 你要给多30% 才可以拿钱 我就觉得大件事了 正常的是不会这样的 知道自己被人骗了 业界说 散户买内地股票 要经过本地证券行 或者银行开户 再通过护港通 以及深港通机制 购买一千几只股份 估计骗徒看准港人 不熟悉内地股票市场 很多都以为 好像香港那套 就放在内地股票市场那里 其实整个APP或者网页都是假的 当入了钱之后 在那些问题户口 就立刻就会有人 在那个户口里拿走钱的了 其实是不存在任何的交易 全部都是幻象来的 根据警方资料 今年首六个月 录得133宗涉及A股的投资骗局 涉款超过一亿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当局要加强监测 可疑网站或者应用程式 主动去在一些讯息面里面 看看有没有一些 很明显是虚假的一些陈述 堵截那个IP地址 令到那个后台 不能够再在香港那里登入 然后令到全香港的市民 不能够再上网站 就是不会有机会受骗 警方回复说 骗徒透过虚假股票交易平台 有市散户入钱去到相关平台 有机会干犯香港刑事条例 包括全谋欺诈罪等 又提醒市民 应该透过已经注册的投资机构 投资互港通和深港通 无线电视记者杨桂兴报道 欢迎收看世界观 英皇查理之三世 国事访问东非国家肯尼亚 他承认英国昔日殖民暴行 但没有道歉 有舆认认为虽然非洲多国相计独立 但仍然依赖英国 英皇查理之三世 和皇后卡米拉 过去星期二 开始对肯尼亚 展开四日国事访问 今年正值肯尼亚独立60周年 肯尼亚总统鲁托 在首都内罗北安排欢迎仪式 查理之三世又检阅仪仗队 今次是他自去年登基以来 首次到访非洲国家和英联邦国家 英国过去在肯尼亚殖民管治期间 曾经侵占土地侵犯人权 遗留很多问题还未解决 白金汉宫早前说此行是要承认英肯两国 在历史关系中最痛苦的一面 而查理之三世行程相当紧密 包括在无名英雄巫碑献花圈 向昔日争取独立的牺牲者致意 查理之三世又向二战退伍军人 颁发纷章 当他没完踏上人造草皮 差点跌倒 在查理之三世访问期间 肯尼亚当局加强保安 有军警在街头驻守 肯尼亚近几年来 社会正义运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相关团体关注国内人权 暴力和民生问题 还有英国殖民时期所遗留的问题 查理之三世在出席国宴期间 承认英方在殖民时期曾经犯下暴行 针对肯尼亚争取独立人士 但他没有道歉 1890年英、德两国曾经瓜分东非 之后英国将肯尼亚列造东非保护区 1920年改为殖民地 应奉曾经大致侵占当地茶员 强迫原住民做廉价劳工 到了1950年代 曾经在二战为英军服役的肯尼亚人返国 部分人发起毛毛起夜 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试图夺回土地 袭击由白人管理的笼像 之后英国宣布肯尼亚进入紧急状态 增派兵力镇压知识分子 直到1960年结束 根据英国官方统计 肯尼亚在1952至1956年期间 超过11000个抵抗组织成员被杀 超过5000个支持起义的人被监禁 肯尼亚人权委员会就说 在英方镇压起义人士期间 大约9万个肯尼亚人 遭处决、施以酷刑或者导致伤残 16万人遭拘留 他们面对极为恶劣的环境 直到2013年 英国同意向5000多个 遭受虐待的受害人 一共赔偿2000万英镑 有当地学者认为 虽然非洲多国已经脱离 英国或者法国的殖民统治 不过到现在仍然太过依赖欧洲 希望得到对方认同和保护 有英国传媒说 有关非洲殖民时期留下的问题 还有昔日加勒比海地区的 奴隸贸易等等 将会继续困扰英国皇室 有历史专家更加说 查理斯三世作为立宴君主 不干涉政事 他公开言论会受到限制 我们下星期继继续世界观 观世界 欢迎收睇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陈鱼翘 美国就业数据疲弱 债券息率下跌 推动美国股市 继续升弱1%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4,121点 升284点 标准普遗500指数报 4,367点 升50点 美国上月非农职位增长放慢 失业率也上升 投资者对联储局 已经完成加息的预期升温 加上公司业绩表现好 都支持美股做好 反映投资者恐慌情绪的波动指数 跌至六星期低位 利率期货显示 交易员预计下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机率 由就业数据公布前的8,3% 上升至9,5% 明年减息预测 亦都由6月提前至5月 美国十年期债息 进一步跌至约4.54来的 五个星期低位 大型高增长股继续有支持 晶片股NVIDIA升约3% 不过苹果公司预告 年底截日旺季销程差 拖累股价在业绩之后 跌近1% 网络安全公司Fortinet 今季收入 预测悲观 股价急跌1,4% 是表现最差的标志成分股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个别发展 其中德国股市连升第五日 法国股市由三个几星期高位回落 过去四日的升势结束 英国股市也由大约两个星期高位回调 美国联储局 英联银行和欧洲央行 都已绝维持利率不变 市场对加息周期结束的预期升温 对息口走势敏感的房地产股做好 法国CAC指数跌13点 德国DEX指数升45点 加拿大失业率升至近两年的高位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 10月失业率升至5.7% 较9月高0.2个百分点 是2022年1月以来高位 并且是近6个月以来第四次增加 月内新增就业职位1.75万个 也较市场预期的2.5万小 数据反映当地人口 即使录得力尼最大增长 对就业市场的刺激作用正是下降 拘捕中国证监会将会强化 城投债的风险 监测预警 致迟券商并够重组造优造强 中国证券报报道 中证监会将公开市场债 和非标债务防爆雷 作为重中之重 坚持一棋一策 稳拓化解大型房企债务违约风险 做好房地产 城投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适应内房供求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继续找好资本市场 支持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落地建效 中证监也将支持龙头献商通过业务创新 集团化经营 并够重组等的方式造优造强 打造一流投资银行 守紧投行业务内控合规建设 推动劝商真正具备 注册制商匹配的理念 不断提高项目质量 多谢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再会 大家好,我是陈雨桥 由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提出 制裁更多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 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特区政府也强烈谴责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提出议案 要求白宫将更多香港官员等49人 纳入制裁名单 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特区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光 警务处处长萧扎仪 由针对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等 29名法官和裁判官 包括证审理民主派初选案的 高院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衡 区院法官陈广池、谢审志卫、郭伟健等 名单亦有17名检控官 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 美国个别无良政客 无视香港重回正轨的客观事实 自发自同司法独立于不顾 一再妄图对香港进行无理制裁 公然叫嚣制裁法官等理职进责的特区人员 充分暴露他们毫无底线的霸权行径 和乱港祸港的悲劣用心 强调任何制裁恐吓都吓不到中国人民 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议员 以悲劣行为尝试动客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人员 特区政府无惧任何威吓 定当继续坚定不移 理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强烈敦出该等美国政客立即停止 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的行为 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司法机构也强烈谴责 重新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员 一直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会继继续坚定不移 履行职责 秉行公义 保安局前局长 立法会议员黎洞国也批评有关美国政客破坏香港法治 美国人他们戴着有色的眼镜 想借着一些长臂管核的形式 阻止我们香港执行法律 我们的司法机关 依法公开进行审讯 将违法的人承之于法 他又说美国议员的行为破坏普世法治价值 必须坚定地反对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导 大律师公会发声明说 对任何人试图制裁本港法官 司法人员和法律执业者 予以最强烈谴责 批评相关行动是不恰当的 干预本港司法和司法机构独立运作 同法治精神背道而辞 警员连续第二晚进行反罪恶行动 大批警员夜晚到屯门三盛街一带 检查路边停泊车辆的车牌 搜查多间麻雀馆和食肆等 又检查在场人士的身份证 另外警方再拉多一个男人 涉嫌同星期二元朗阻差办公案有关 他同日前被捕的男人 星期五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据悉两个人都是黑社会骨干成员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食安中心说一款日本进口的 豆奶饮品品质或者有问题 提醒市民停止饮用 出现问题的这款豆奶饮品 是一公升包装 食安中心说早前透过食物事故监测系统 特色日本厚生劳动省发通告 还这款饮品或出现品质问题 并正在当地回收 食安中心已经联络本地进口商跟进 初步调查发现曾经进口商关产品 为审慎起见 已经指示进口商将产品停售和下架 并展开回收 又说市民饮用之后 如果觉得不舒服 应该尽快求医 澳车北上和港车北上实施之后 已经有超过100万架次经珠海道内地 绝大部分都是澳门私家车 香港汽车会认为 如果要善用港珠澳大桥容量 应该尽快取消港车北上申请配额 开放了港车北上之后 合资格车主办理申请之后 不用内地车辆牌照 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自驾北上 每日300个申请名额 早7个月 在年初实施的澳车北上 就更多车使用 近半年平均每日有大约4000架次 往返澳门和珠海 内地海关说 珠海星期三已经迎接了 第100万架次 没有持内地车牌的港澳车北上 海关将持续加强 智能化装备应用 加强与口岸各部门 及港澳方联动 着力提升旅客及车主通关效率和体验 持续促进粤港澳三地融合 和便捷往来 截至上月27日 港车北上一共有28700宗申请 七成六获批 但只是占大约45万架 合资格的私家车6% 汽车会就希望 尽快取消申请配额抽签 并缩短出发前提早两日月日的安排 四十几万部 车的合乎资格 那它合乎资格的申请了 它不是同一时间上去 很多时候自己的工作 订阅了的话是突然间有些事上不了去的 那如果你订阅了上不了去呢 那它又会有罪 我们自己本身 譬如同家人朋友 一庆高彩烈之下 那明天去啦 后天去啦 那你就要预早两日前去 去订阅这个时间呢 那对于出行那个方便呢 是大打折扣了 另外有直通巴公司也都开通珠海口岸 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 再前往深圳的服务 每日二十一班车往返 全程虚时七十五分钟 话北京内地公路和府门大桥 快超过一个钟 但乘客途中就需要在大桥香港口岸 落车入境 到深圳湾就再次入境内地 无线电视记者陈甘布报道 内地第一个探日卫星 观测所得的太阳表面爆发画面 近日首度公开 而第二个探日卫星 已经进入工程轮正阶段 预计2026年发射星空 内地第一个探日卫星 希和号发射入轨资金两年多 科研团队近日将最新的 全日面光谱素描成章数据 制作成短片公开 团队说希和号观测到的科研数据 不少都是国际上第一次录得 我们的光谱分辨率 我们的时间分辨率 都是全世界最佳状态 非常完整的记录 太阳上的各种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速度 它的密度 我们都可以把它车出来 他又披露第二个探日卫星 希和2号已经进入工程轮正阶段 观测位置定在日地第五拉格朗日点 如果成功发射 有望前保国际探测空白 全世界没有一个卫星固定在L5点来进行观测 太阳互动有十几年的周期 希望能够改在2026年 这个太阳互动最大的时候 我们能够放上去 希和2号有再研究太阳爆发的物理机制 对地响应等等 并且实时追踪面向地球的太阳爆发 有望为太空天气预报带来突破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希望地方上友好 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另外对于尔巴和俄乌冲突 他说挤压别国安全空间 将会令到冲突扩大升级 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不会出席今个月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并且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制 习近平星期五向第五届中美有成大会自信 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力量完全在人民友好 希望与会各方继续做中美地方交流的桥梁 助力两国省州和城市 共同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同日视像会认德国总理索尔茨 习近平说中德作为全方位战略伙伴 两国合作更加扎实和有活力 中德经贸合作稳步发展 双向投资热情高涨 这些都充分说明两国生化合作 负责人民 基础坚持 前景广阔 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地缘冲突加剧 经济复苏法力 冷战思维回潮 中德都是负责任的大国 要捍卫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 攀手应对全球挑战 希望德国推动欧盟秉持市场化和公平原则 同中方一度 维护公平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 索尔茨说 愿意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希望德国企业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 推动欧中关系积极发展 索尔茨介绍了德方对巴尔冲突和护克兰危机的看法 表示希望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习近平说 无论巴尔冲突还是护克兰危机 要从根子上解决 需要对安全问题更深入思考 推动构建均衡 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他说挾压别国安全空间 片面袒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正当诉求 都会导致地区失衡 引起冲突扩大升级 还有应该致力于调解冲突 缓和紧张 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张维冲不道 商务部长黄文涛和美光科技公司总裁会面 说中国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为外资企业提供服务保障 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打压中国企业 中美紧张关系占趋缓和之制 商务部长黄文涛星期三和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总裁梅克罗特拉会面 黄文涛说中国坚定不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为外资企业提供服务保障 中方欢迎美光科技继续扎根中国市场 在遵守中国法律前提下实现更好发展 梅克罗特拉也都表达了持续扩大在华投资的意愿 中方在几个月前说美光科技公司未能通过网络安全审查 限制中国企业在重要基建上采购他们的产品 被视为中方就美国收紧对华晶片出口管制的反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发表演说 说美国只是寻求去风险化和多元化 重申中美经济完全脱勾是不切实际 印太地区国家不应该被逼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选择 否则将对全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美国同日宣布制裁新一批中国企业 说有关企业向俄罗斯提供军用技术和商品 在俄乌战事中协助俄方 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濫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 敦促美方停止有关做法 美方在短时间内再次以所谓涉额为由 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 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和单边霸凌行径 美方应当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遏制打压中国企业 外交部又说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无线电视机者沉违新报道 开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